云林县议会议长黄凯 惊爆涉入绿能光电弊案 这位地检署指挥动员百人 搜索了40个地方 不但包括了议长黄凯 还有三名县政府的官员 跟绿能厂商总共是有21个人被约谈 检方查出了黄凯涉嫌收受汇款 向县府施压取得设厂许可 涉犯贪污重罪 有灭阵逃亡之余 在讯后遭到生压 黑色压什么压得滴滴的 云林县叱咤风云的议长黄凯 面无表情被送进新北地检署 他涉嫌收费 检察官怀疑贵入款项可能高达千万 和黄凯一起被约谈的 有另外三名县政府官员 跟绿能业者一共21人 初步调查绿能业者找上黄凯 用名车名表还有百万先进拉拢 要议长利用职权向县政府施压 甚至不排除买通 好让光电业者顺利取得设厂许可 也相信本案在经过司法机关的详查之下 最终必能还给县府他们公道 县政府也有官员被约谈 立刻跳出来澄清 事实上黄凯已经不是第一个 卷入弊案的云林议长 大合照重量级议员帮国民党 前云林县议长沈宗龙加油 没多久他因为涉嫌向 绿能业者收贿起诉 黯然下台 照片后面的黄凯接任 现在也跟着成为被告 前后任议长都涉谈 黄凯当时的说法 现在听起来格外蹦刺 黄凯深跟云林县议会 是四连霸议员 当时32票高票当选议长 卷入弊案 相关绿能业者 预领三个人 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 联系业者请回县制住居 云林县的建设处处长 已似有泄密情形 20万交保 案件持续向上追查 记者李温斯 周通林 郭正义 台北云林 综合报导